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假設幾天後 台灣都要給中國沾去了 王國了 不管是中華民國 或是未來的台灣國都不一樣 阿公已經沾台灣了 你覺得他可以吃得掉台灣嗎 我介紹一個電影很有趣 差不多要20年前一個 湯姆克魯斯阿湯哥演的電影 外星人 電影的名字叫做世界末日 外星人有很恐怖的機器的怪獸 佔領了整個地球 結果地球人束手無策啊 但是後來那個外星人就突然間死光光 瓦解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外星人沒有接觸過地球感冒的病毒 感冒 感冒病毒接觸到就死了 這個其實 中共會如果來佔領台灣 會出現一個現象 他沒有忽略掉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兩個病毒 第一個是民主啦 你不可能把台灣人一下子殺光光嘛 一定至少有一些統派的嘛 會留下來 好 這些病毒它會傳播一些民主的信息到中國裡面 對 共產黨都在吐槽了 幾百萬人 幾千萬人交流嘛 你就通過那天 在中國裡面傳播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做反對 什麼叫做吐槽 什麼叫做罵執政黨 那就死了 共產黨都在吐槽了 第二 不要忘記 你用暴力來奪取台灣 台灣一定會產生暴力反擊的台獨分子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台獨分子 大家都不想打仗的 你去問所有的 每天都參加這些台獨的獨派團體的活動 大家也沒想到政經 可是你一旦動武了 我跟你說 台灣現在怎麼民調都有十幾%的民眾說 即使打仗 我也要堅持台獨 這有十幾% 那如果前衛 只要跳到50% 你開始了 因為台灣的恐怖分子大量流入中國去 現在就不只僵賭賭賭在鬧了 台灣人哭去到現在 要放一台爪丼 北京要把你放開也很簡單 你每天就要面對台灣人準備跟你 你滅了我的國家 我也讓你滅了啊 今天我就吃不太久了